咱们西川的县委书记 卢川魏书记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 西川呢 现在是难西必调的中线工程的黑心心园区取收所在地 我们西川呢 还是国家复兵开发重天线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投影中间 今天呢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我们这几年取得了三大西市 第一个西市 我们呢 种上了将近一百万亩的黄山直树 是我们西川呢 山履起来了 水清起来了 第二个是啊 我们发展参与独居所的开展脱贫工程的这项工作 今年二月份啊 我们省里的实现了脱贫战贸 我们劝赏人民一岛 向消康社会进发 第三件事啊 相应了中书记的号召 把教书与人通顿起来 一共念的一门省啊 四百多人 到今年呢 大到两千二百六十四人 今天呢 这几个选手啊 我也想给他们说一说 我们西川这一年的努力奔斗 体现了中书记一句话 叫幸福都是奋斗带来的 所以你们为了取代幸福的生活 要勇敢地追求 早日啊 拉上你生活里那一半 让你们的生活啊 和我们西川里 消康社会一道 轰轰轰轰 好 谢谢